公元前632年,当时中国处于东周时期的春秋,那一年,在中国这片土地上,出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,之所以加引号,主要是和后世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区分道。 我们看一次当时那场战役的状况,就明白,为什么叫第一次世界大战了。 我们知道春秋时期,周王是帅威,控制不了当时的局面了。 当时,各国的诸侯为了发展壮大,趁机扩张争霸,最早争霸的是齐国的齐桓公,好在齐桓公开了一个好头,就是曾王让仪。 所以,后世其他国家即使正把,也会给周王是一点面子,所以,周王是会一直存在的。 既桓公之后,当时有另外两个国家先后崛起,分别是楚国和晋国。 晋国处于北面和中原的地方,所以一直要向南发展。 楚国位于最南面,就只能向北发展。 最终只这两个国家开始碰头了,于是一场大战爆发了。 我们看一下当时战定的规模就知道,为什么叫中国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了。 当时,晋国带着齐国和秦国。 楚国带着陈国、蔡国、许国、周国。 秦国我们知道是第一个称霸的国家,秦桓公是春秋五霸之一,所以,秦国是当时主要的大国。 秦国也是西方大国,秦木公也是春秋五霸之一,秦国也是当时主要的国家。 楚国的小伙伴陈国、蔡国、许国,虽然不是一流的国家,但是也是二流的。 秦国可是齐桓公之前的霸主。 总的俩说这次战争,当时春秋最主要的国家都加入进来了,和。 后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差不多的。 再看一下战争规模,当时双方的战争总投入人数达到了三十万人。 西州的时候片子是十四师,诸侯也只是六个左右,平均一个师两三千人。 也就是说在周王室没有衰退的时候,也就只有五万人左右的军队,诸侯最多只有两万人的军队。 公云前六百三十二人,当时虽然距离了东周开始了一百多年了,但是人口基础并没有增加多少。 大家还是在一定程度上,遵守西州打仗礼的。 大家都是没有多少军队? 三十万军队,可以说是所有诸侯国的军队,加起来一半以上了。 从人数来说,这场战争绝对是一次大战。 再看一下战争结果。 楚国将领自御不顾楚城王告诫,率军冒进,北京军皆没有两亿。 楚军大败。 表面上看楚国败了,但是没有说楚国失败的影响。 楚国失败之后,楚国就暂时再停了北京的步伐,之后春秋各国被建国为主导下发展了。 要知道建国从开始就一直是支持周王室的,也就是说是和当时主流思想是吻合的。 而楚国当时在别人看来是蛮夷,文化和中原国家是不一样的。 所以,这次战争影响了之后的文化发展。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